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直播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比較輕鬆的議題 那就是一個GameFi遊戲叫做 Z-Verse 在開始之前我要請大家加密貨幣投資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境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這幾週呢 應該說這幾天好了 就市場就是很慘 大家看左上角都還是紅通通 早上還有漲一些 但是呢 反正就是熊市牛市都把它講 就我們也經歷過很多 常看我們直播從17年到現在就經歷很多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不代表我們要停止的去學習 停止的去看新的項目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個超新的項目 叫Z-Verse 那我認為其實在煉油跟像DeFi最大的差別 也就是呢 煉油比較難讓大戶呢介入 比如說DeFi好了 我們看這次USD就真的搬倒了很多巨人 聽說像韓國的一些投資機構 像Hash啊 或新加坡的一些投資機構 都因為LUNAUSD的事件呢 就損失很重 這樣 那當然散戶也損失很多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大部分這些年化 這些Yields呢 其實都被大戶持去了 它放了1000萬美金 1億美金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挖的 可是呢 在煉油就很不一樣 舉例來說 好 假如今天你在玩Stappen好了 你應該沒辦法看到Stappen的這些投資者 好像Sephermium 啊 Solana 這些 就我們很少會看到他們去跑步 對不對 所以你跑 可能就可以贏過他們 當然你挖到是GST 然後升級後可以挖到GMT 但不管如何呢 大戶去跑就比較少 當然還是會有人去跑 但是他會限制住你能挖住多少 因為一個人就只能跑那麼多 你可以拿最多可能兩三支手機 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像AXINFINTIE也一樣 但我們後來看到呢 大戶開始投資 像是YGG 或是Merry Circle 或... 然後他去挖 然後呢 把這個收益挖回來 所以呢 像是我最近看到有些工會都是集體玩Stappen都有 所以 我認為其實在熊市裡面 我不知道之後會漲還是跌 但是我認為呢 煉油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尤其是遊戲這一塊 對不對 不管是元宇宙 或是Move to Earn 遊戲這一塊是很大的 比如說我們看有個遊戲我常講 就我自己很喜歡 叫Star Citizen 這遊戲就做了五六年了 也是現在人類歷史上 花最多錢的一個遊戲 在製造非常好 這樣好像他們已經花了三四億美金了 還多少 就非常非常誇張 前面幾個好像是Halo 跟這個GTA 對 還有像是那個Cyberpunk 2077 那個賽博朋克 那我們 所以說呢 遊戲呢 其實就是會讓人很想要在裡面 就是獲得這些金幣呢 成為是真正能使用的 那對於遊戲開發商來講呢 他就可能是每一個遊戲都能上市的這種概念 好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要來講練 我們很久沒講練 所以今天要來講一個我覺得蠻可愛的遊戲 當然是可以 如果想要認識他的話 可以去追蹤他的Twitter 他的Twitter這個Follow人數是非常少 就跟當時我們叫Heroes of Mavia 還有Crypto Unicorn一樣 就很早期的狀況 然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這個遊戲的這個影片好了 對 看一下 不見了 OMG 有出來了嗎 OK 出來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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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開始 好 這邊暫停一下 所以呢 基本上你剛看到他的很多的地圖變化 像沙漠啊 然後呢 這個像北極的地方啊 然後這種綠地啊 基本上他就是會有這個土地的發售之後 然後他的 他這個土地很多人是先賣土地 然後不能玩 他的土地是已經可以玩了 就是他會有一個 有點像是 動物森友會這種感覺 就是你會有自己的土地 就你沒在玩遊戲的時候 然後你沒有在闖關的時候 你沒在對打的時候呢 你可以約朋友一起來 比如說 我們有自己一個Mr.Block的這個 區塊先生的土地好 然後呢 就可以在裡面布置 然後呢 就是可能開一個Twitter Space 或Podcast 然後大家就可以在這邊hang out 那在土地裡面呢 你也可以 就是種植物 那種這個植物其實很重要 在這遊戲裡面 因為呢 你的每一隻的Z 這些小角色叫Z 然後呢 你去打 打金的時候 就是打遊戲的時候呢 你的角色會受傷 然後呢 然後呢 也有可能中毒 然後呢 那這些都需要使用 不同的這些藥草 或是呢 這種 透過混合 可以生成這個藥水 來去這個修復你的Z 這有點像是 你在玩這個Stephan的時候 你的鞋子呢 會有一個這個 Resilience 然後呢 你需要去 去 等到 用那個GST 來進行修復 是同樣的概念 那 在這遊戲裡面 它的這個 修復呢 也是可以直接花金的 就是 它就很像打金 課金嘛 這樣子 就像Stephan 其實也是課金 就是你跑完 然後你要 拿你遊戲的幣去 修復的 所以 你可以直接去購買 它的這個 這個 那個 忘記它代幣叫什麼 但是呢 好像叫V還是Z 然後呢 你可以去修復 你的這個角色 這樣 然後呢 它對戰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影片 然後就是 你的土地 也有可能會出現 依照你土地的角色 比如說 你 你今天是 要打一關 它是需要水的角色 或火的角色 那 你就是 需要 你的那個場地 是有 這樣子的元素 才有可能 剷除這種角色 那 這就有點像 Mystery Box 或Loot Box 對 所以你會看 這塊土地 它有水 有草 和沙漠 它就可以有 這樣子的角色 好 那 它對戰呢 它對戰呢 其實 有分三種 這是其中一種 然後你可以派就是 一隻到五隻的這個 Z 去對戰 然後呢 你的Z也會 大家可以看 它下面 是會有分 這個草啊 水啊 火 所以這些屬性呢 就是依照你在的這個場地 就是剛剛你的那個 這個 你的地圖 這樣子 那 那你的地圖 其實還可以獲得到 其他東西 就是呢 除了 除了你可以讓你的角色得到特殊屬性以外呢 你也可能獲得到寶石 那這些寶石呢 可以幫助你獲得到一些新的技能 對 那 更酷的一件事情是 它有一個Creator Mode 就是呢 你可以自己創作自己的角色 那 因為呢 他們認為說 做任何遊戲啊 它不只是要有一個這個 讓玩家可以玩以外 他覺得在像Sandbox一樣有很多的人喜歡創建自己的角色 這樣子 對 他做的有點像Roblox 好 反正你贏了後他就會獲得獎金或什麼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這個影片喔 然後他另外一種玩法是有點像 我既然這邊有一個 他有點像這個玩法 我把他放大 好像放大不了 欸不對 欸 那個影片不好拿 好 喔在這 他就有點像這樣 就是 呃 比較小的版本 這樣 然後呢 這個遊戲是 呃 他可以在線上玩 然後 也可以做這個Mobile的版本 就手機版本 對 所以 我覺得蠻酷的地方就是 他的那個 那個Lobby 就是你可以自己創建 自己的這個 Lobby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酷 就是呢 因為其實我 呃 我很愛玩遊戲 但我不喜歡玩Turmbase 就是他這種 Turmbase的遊戲 就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喜歡玩Axio 對 但是呢 我覺得很酷的地方是 他的這個遊戲的視覺觀非常大 然後呢 他 會支持各種的這種玩家 其實我們像看Steppen 現在除了去 去玩的人以外 還有鞋商嘛 就是 去買很多鞋子 吞很多鞋子 然後呢 比如說把鞋子價格炒高 然後他也會去生產鞋子 對不對 然後我們也看到另外一種的 呃 玩家呢 他可能就是 專門去把鞋子等級升很高 然後專門去挖GMT 所以 有各式各樣的玩家出現在Steppen裡面 那他未來可能也有各種像馬拉松 啊 Quest啊 這種模式的 那 那是move to earn 對 那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從這些遊戲裡面學習 然後呢 把它引用進來 那 呃 Ziverse呢 就用了很多這類型的東西呢 呃 讓用戶可以 比如說你是專門想要生產這個藥水藥草的 好 那你就作為 你就是買很多土地 然後呢 種很多這些藥水藥草 然後呢 拿這個來賣給呢 這些玩家 那這些玩家可能是遊戲工會 他就需要投入很多藥水藥草呢 才有辦法去這個 一直玩這個遊戲 然後呢 可以中間不間斷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是呢 他其實 每個帳號每天可以獲得到的這個V呢 和Z是有一個上限的 所以他透過這種方式來確保他可以 呃 存活 而不進入死亡 代幣不會進入到死亡螺旋 這樣子 但另外一點 這個也是有限的控制 所以 可以透過 比如說 呃 你有很多的Z 然後你去購買他的這些寶石 他有些寶石是可以充電的 就有點像你玩Step and現在沒電了 然後呢 透過寶石充電這種概念 但是Step and現在沒有這個功能 呃 這個遊戲是這樣子 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讓你可以就是 花他的這個治理代幣 這樣子 好 那這就是這個遊戲的 快速的這個 呃 介紹 那這是他們的團隊 那團隊的背景呢 其實他們是一個遊戲公司 然後在 瑞士 那他的遊戲公司呢 叫做這個 Beatroot Lab 他們之前做過 呃 蠻多遊戲的 包括這個 Dystopia Contest of Heroes 這些現在都是可以到App Store上面 呃 下載的 然後呢 像是這個 Hero Squad啊 然後Hug Ron啊 這些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他們之前做的遊戲 所以 我覺得 呃 我現在蠻喜歡支持的就是 你本身就是遊戲的studio出來做的遊戲 而且是 真的是可能有做過 不用說3A 但是至少是 呃 現在大家喜歡玩的遊戲 因為 我看到很多遊戲 它是一些 我不想講土狗的遊戲studio 但是就是做起來 就感覺是拿那種10年前的作品 然後重新就是套版上了 對我反而認為是應該要拿一些 呃 是 呃 真正是大家現在喜歡的遊戲風格 然後呢 再加上代幣 再加上DeFi的模式進去 對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Ziverse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話 也可以加入到他們的這個 Discord裡面 然後呢 它Discord連結 我也有把它放在這個 介紹欄上面 對 那 呃 Yep 我覺得其實 熊市裡面就是可以學習很多項目 那這邊再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任何 不管是戀友 不管是DeFi 不管是NFT 其他風險都很大 你可以 呃 你最多的就是時間 對 所以呢 不用花錢去學習 你就是 花時間去了解一個項目 那 我可以講 在Crypto市場裡面 呃 呃 最成功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你可以在一個很早期的項目 花時間在裡面 然後去了解 那 這中間你可以幫他寫文章 你可以幫他做影片 你可以幫他做社區 所以這就像早期SNX 早期Uniswap 早期Curve一樣 對 所以呢 呃 最好的就是 看你自己能貢獻什麼 然後去認識一個項目 對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介紹 Ziverse 那我們這週呢 還會來講 就是 17年18年19年 呃 币圈 呃 所發生的各種事情 然後呢 來告訴大家 就是說 欸 熊市到底能做什麼事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了 好 再請大家一件事 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y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我們晚點見 Bye Bye